來 梁文希臉 靠近一點 笑一個 好 三二一 走 我們跟我們結婚吧 我們這才第一次見面 你這也太 我調查過你 你很缺錢 只要答應 我會給你十萬 拿去吧 雖然我們結婚了 但不要互相干擾對方的生活 謝謝袁總 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走了 我先走了 喂 張醫生啊 我湊起我媽的手術費了 這珊珊怎麼還不來呀 不好意思啊 我來晚了 萱萱生日快樂 這是我給你買的蛋糕 這都是什麼蛋糕啊 還能吃嗎 我剛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去重新給你買 不用了 莎莎 剛好我也不太愛吃甜食 唉 這穿的都是什麼呀 來這麼高檔的地方 都不知道收拾一下 是啊 都不知道做一下形象 你先過去讓她等一下 號都遠坐 行了 莎莎你別在意 他們都是在跟你開玩笑呢 萱萱 在木雲酒店吃飯 隨便一頓都要好幾千呢 你懂什麼 這個萱萱老公來說就是小意思 還行吧 最近她剛當上總監 順便還換了一輛新車 這點小錢不算什麼 萱萱 你老公真厲害 哪有 唉 萱萱 聽說最近你不也結婚了嗎 怎麼沒有帶你老公一塊來呢 她有點忙 唉 萱萱 你結婚了怎麼不通知我們醫生啊 可能是找到男人不中用 怕帶來丟人呗 你以為誰都像我們萱萱老公那麼優秀啊 年紀輕輕就當上了總監 萱萱 這個我可得勸你一句 你看看我老公 自從我嫁給她以後啊 她就不讓我去上班了 我每天呢就逛逛街 美美容 把自己保養好就行了 女人呢 必須得對自己好點才行 萱萱 那萱萱哪能跟你比啊 你老公可是總監 她當然過得好啊 萱萱 我老公身邊有不少優質男性 你要是找的男人不好 我幫你介紹 嗯 行吧 既然蛋糕你買了也別浪費 咱們把它都吃了吧 畢竟這也是萱萱的一番好意 不好意思啊 萱萱 沒事 謝謝 喱萱 我就是跟你開個玩笑而已 你不會介意吧 就是啊 你不會連這點玩笑都開不起來啊 我不介意 她不介意我介意 你不會介意 我就是跟你開個玩笑而已 你不會介意吧 我不介意 她不介意我介意 你是誰啊 我是她老公 是 來參加別人的生日宴會 還兩手空空的來 肯定啊 是來蹭吃蹭喝的 沒事的 莎莎 我老公有錢 不介意多一雙筷子 沒有 她不是 這樣吧 我請大家喝酒 來一瓶四五年的羅曼尼康蒂 就當送給你生日禮物了 那可是一瓶三十萬的葡萄酒 可貴了 就你 你買得起嗎 要知道像這樣的高檔酒店 是不接受到後廚刷碗反債哦 當然 好酒配好菜 現在這桌上面的菜 可配不上我的酒 你要是能請酒 菜你隨便點 這點菜錢 我們還是能支付的 哦 看我就隨便點了 博物園 來一個鮑魚發跳翔 帝王蟹羹 最後再給每一個人來一個枸杞魚吃湯 就這些吧 你們不會請不起啊 就這些 要知道我們平時都吃這些 倒是你 別到時候沒錢 看你怎麼辦 老闆你好 九千三十萬半千二十萬九千 二十多萬 你是算我的 換錢內未給 哎渊總 來自家飯店吃飯不用您付錢的 渊總 渊市集團的渊總 這家飯店不就是渊市旗下的嗎 你還不趕緊山山道歉 不然我們就離婚 照著飯你請 我可以 山山 我們都是同學 我都是跟你小吵小鬧 你就別跟我計較了啊 哎嘿對呀對呀 叮住他們 不比錢 直接去顧住說 走 山山 你看你幹的好事 你為什麼要幫我 法律上你是我老婆 我都沒有資格欺負你 別人更沒有資格 大渊 何止你幫我哥子就是為了他 他是誰 我老婆 不是吧 穿得跟剛從垃圾桶裡出來的一樣 大渊 你要找個演員 也要找個專業的吧 荒唐約恩總 不會連這一點錢都沒有吧 我不是演員 我 我是他老婆 我 我是他老婆 是嗎 那你叫什麼名字 家裡做什麼生意的 我叫山山 家裡沒做什麼 那你做什麼的 我是中良地產的一名售樓員 售樓員 何止拒絕和我相親就是看上一個售樓員 大渊你的品味也太起頭了吧 售樓員怎麼了 我是憑自己的努力在賺錢 你也不看看你不讓我 就你這樣的配不上他 畢竟有些圈子不是你想近這麼近 配不配得上不是你說的 我今天帶他來就是想告訴你一件事 我有老婆 你以後離我遠地 我來看見你 謝謝元總 我先回去了 哎等一下 你一個人住這種地方 不害怕嗎 不害怕這裡房子租值便宜 一個月只要四百塊 你在哪上班 盤龍路的中良地產 中良地產 怎麼了 沒事 明天我去你們那買套房 你買房幹什麼 我們的婚房 現在你看看 你這個月銷售又是部門店底 去的是辦一下離職 對不起 我媽媽還在生病 我需要這筆錢 需要這份工作的 那不管我 是 許小姐 哎 許小姐 竟然怎麼有空過來 先這樣買房子 不要他給我介紹 現在你趕緊過來 需要就指定你看房 你給我好的表現 聽到沒 王經理 你不是想留下來 這送上門的機會你不要嗎 許小姐 您跟我來吧 這是我們剛開秀的幾棟 我渴了 去給我倒杯水 許小姐叫你去就去 你傻亂的幹什麼 好 哎許小姐 你看看那邊那種卡別樹 許小姐 您的茶水 腿好酸啊 哎 許小姐 那我帶您去休息室 讓珊珊給您按 王經理 這不是我的工作 應該去麻煩他了 這邊請 您慢點 來吧 你趕緊去啊 我告訴你 薛兒姐可這大客戶 把他討關心了 買他別墅都不是問題 如果你再提成 想不想要 啊 你的衣服 就有一件 是這麼大件 還把我衣服弄髒了 我已經沒有用 是一把茶水倒上去的 憑什麼要我賠錢 怎麼 你的意思是我故意叼呢 你這破瘦路員 李三三 這點小事都做不好 你說說你還能幹什麼 許小姐 對不起 是我沒有把其他人管好 我這衣服完了 你自己可以辦 聽到沒有 李三三 這請你必須給許小姐陪她 我不是你的經理 我沒有 你必須